你可能以为这只猎豹疯了 竟然不惜一切代价 对战一只比自身体重大出五倍之多的狮王诺齿 当绝对的力量碰到极致的速度 谁胜谁负只限于比赛规则 刚开始西塔像往常一样 带着幼崽在外晒太阳 没想到却碰到了正在巡视领地的狮王诺齿 如果是他自己 西塔会马上选择逃跑 但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他必须守住阵地 硬刚肯定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西塔知道 面对对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为了给孩子争取存活的机会 狮王诺齿对于这样的挑衅 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西塔一直把这头恶魔拧出一段距离 现在看来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就在这时诺齿的一个侄子 又向西塔冲了过来 他霸气的鬃毛展示着王者的威严 西塔只能再次迎战 即使身为草原之王 但是他却连西塔的毛都碰不到 最终还是速度战胜了力量 西塔做到了一个母亲的职责 成功保护了自己的孩子 但是危险并没有结束 自己的孩子也因为受到惊吓跑散了 西塔现在焦急万分 在找到孩子之前 小猎豹们仍然存在着危险 西塔不停地呼唤着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个母亲的噩梦 自己的两个孩子在昨晚 被猎狗抓走了 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一只小猎豹爬到西塔身上 似乎是在安慰自己的母亲 还好时间能够磨平一切伤痛 随着西塔的精心照料 他的三个孩子正在以飞快的速度生长 小猎豹们在一起互相练习狩猎 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逼近 西塔正带着三只幼崽玩耍 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逼近 三只成年的雄性猎豹盯 盯上了他的孩子 一般雄性都有杀死对方幼崽的习惯 三只猎豹不断向这边靠近 而这一次西塔引以为傲的速度 在他们面前毫无优势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西塔必须挡在最前面 三只猎豹开始发动进攻 西塔选择躺到地上 开启防御模式 尽管是这样 三只猎豹如同潮水般的进攻 总是让西塔难以应决 最终三只公猎豹退开了 但是同样也把西塔和自己的孩子分开了 猎豹三兄弟找到小猎豹们 开始发动攻击 而这一次小猎豹们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 他们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站在原地学着妈妈的样子 警示对方 小猎豹的叫声 吸引来了不远处的一只大象 大象用它庞大的身躯 瞬间赶走猎豹三兄弟 小猎豹们这才逃过一劫 随后天空乌云密布 这是雨水到来的前兆 西塔像往常一样 展开了狩猎任务 不得不说每一次观看猎豹狩猎 都是一种速度与激情的享受 但是西塔还没有意识到 一群猎狗正向这边围了过来 他们打着欺负老弱病残的旗号 到处抢夺其他食肉动物捕获的战利品 西塔之前的两个孩子 就是被这些家伙掳走 而这一次 西塔绝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哪怕是冒着战死的风险 这只猎豹被一群猎狗包围 猎狗发出骚动的叫声 想要为对方做免费的掏钢手术 此暴西塔之所以没有逃离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三个孩子 这似乎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 猎狗不断地收缩包围圈 试图把西塔母子一网打尽 小猎豹们已经完全失去了逃脱的机会 还好他们还有一位英勇的母亲 西塔挡在他的孩子前面 没有给猎狗任何机会 猎狗试图几次想要靠近西塔的孩子 都没有成功 最终猎狗群放弃了 他们面对一只像发疯的母豹 没有任何办法 西塔再一次用自己的母爱和勇气 打退强敌 挽救了自己的孩子 接着天空就下起了大雨 冰冷的雨水无情地打到他们身上 西塔和孩子靠在一起 互相依偎着取暖 即使这样小猎豹们依然动得瑟瑟发抖 随着时间过去 三个孩子马上就要步入成年 西塔开始传授孩子们狩猎技巧 先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水牛面前 告诉他们真爱生命 一定要远离水牛 随后又来到鸵鸟面前 当然这些脖子以下全是腿的家伙 也不是好惹的 要想狩猎就选择体型上小一点的 无尽的大草原 是他们训练的最佳场地 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好惹的家伙山猫 三只猎豹走上前去 拿他开始练习 山猫虽然有锋利的爪子 和霸道的尖牙 但是面对猎豹体型太小 到了傍晚 他们再一次碰到了猎狗 这次小猎豹们已经不再惧怕 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猎手 即使他们已经成年 但是也要远离一种动物 就是狮子 如果选择硬钢 只会被对方指紧追 希塔把自己生存的一切 都传授了自己的孩子 现在他的三个孩子 是时候离开了 去远方探索未知的世界 而希塔则再一次过上独居的生活